爱滋病潜伏期症状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刘晓静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 其实爱滋病的潜伏期的症状也是非特异性的 一旦感染了这个爱滋病以后呢 有的人的潜伏期很短 有的人潜伏期很长 可以达到十年以上 刚开始的时候 病人可能就有一些轻微的发烧呀 罚困 有一些不想吃饭 这些消化的症状 还有一些人呢 莫名其妙皮肤上出现一些疹子 或者莫名原因的出现腹泻 这些呢都有可能是爱滋病前去的表现 但是呢 他刚开始并没有去注意 一旦出现了典型的这种 其他脏器的这个感染 或者其他部位的肿瘤以后呢 已经到达了这个爱滋病的比较严重的时期 我们称之为爱滋病期 所以 如果这个病人有不良的性生活史 或者有同性恋 多个性伴侣 或者有不良的这个生活嗜好 如吸毒 一定要注意 监测 有没有感染 这个爱滋病